俗称奇塔尔的花旗裸胸醇 一般都是偏咖啡色的花纹体色 但澎湖有渔民捕捉到一尾黄化的裸胸醇 底色为白体黑斑十分显眼 连澎湖水族馆都有意收购 这一尾体色鲜艳的花旗裸胸醇 属鳗鱼类的一种 在澎湖较为常见 但一般都是咖啡体色 如此鲜艳的黄化品种却十分罕见 让捕获的渔民舍不得吃掉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说 这一尾是黄化品种 不是白子 白子一般是基因突变 特征是没有黑色素 而且是红眼睛 但这一尾还有部分的黑斑 眼睛也不是红色的 所以是黄化品种 成因比较复杂 可能是饮食和环境所造成 对 这条裸胸唇它的体色 比较缺乏一些深色的黑色素 头部它会比较偏绿偏黄 那这条裸胸唇的体色的确是比较不一样 那其实很多珊瑚郊区的鱼类 或者是说我们在海里面鱼捕的鱼类 这种所谓我们常见的是红眼白子 或者是黄化的个体 这个偶尔都会看见 那当然如果是白子的话 它一般都是基因突变所造成的 也就是说大概发生的几率是十万分之一 或者是更小 那这样的一个白子 它一般它的瞳孔眼睛会是红色的 那身上几乎没有任何的黑色素 那今天照片看起来的这条裸胸唇呢 它眼睛很显然不是红色的 第二个它身上还有一些色素 或甚至还有一些黑色的斑点 所以感觉上是所谓 我们是说它是叫做黄化的个体 就是比较偏体色偏浅的 但这尾黄化裸胸唇 单纯只是体色黄化 并无毒性 一样属于可食用的鱼类 所以不管是留着饲养观赏 或吃掉都是可以的 收脱转卖的鱼饭说 这鱼是在澎湖的南海 透过前漫馆捕捉到的 因为体色罕见 它们二十年鱼也没见过 鱼民也舍不得吃 于是透过它转售 看看是不是有愿意 饲养的买家购买 这一尾黄化裸胸唇 大约有一公尺长 约有成年男子的手腕粗 一般来说 花花品种因为体色鲜艳 失去保护色的作用 不容易存活到这么大的体型 没想到被人捕捉到后 反而因为体色特别 却能继续存活下去 记者 陈永玉报道